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跟你讲关于一个小城镇 它是怎样借着回转归回神 而脱离了逃避了一个瘟疫的蔓延 在2011年十年前 我和我的家人去到德国南部 接近澳大利的一个小城镇 叫做Opera McGill 我们去的目的 是为了看一套耶稣受难的歌剧 在中古时代 在欧洲有一个叫黑死病 黑死病几百年里面影响他们很多人 结果有大概五千万人死去 在1633年 Opera McGill这个城市里面 同样是有很多人死 有一天的晚上 这个小镇里面的领袖走在一起 他说我们不能够在这里坐以待毙 于是有人提议 我们不如去做耶稣基督 受难这一段 这个礼拜里面发生的事 一个歌剧 所以他们就筹备 做了这个圣剧之后 果然在这个城镇里面 再没有人死了 于是整个的城镇 他就立约 他说我们会 要每十年都要做一次这个神剧 今年是2020年 又是这个歌剧会再做的一年 一个城镇 他能够因为疾病 回转归回 去纪念天父 所以他得到医治 同样 今时今日 我们都有一个疾病 有一个瘟疫 有一个coronavirus 在我们旁边 会不会这个都是一段时间 我们向神 来到回转归回呢 在圣经历代之下 第七章十四节 他就讲到 他说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祷告 寻求我的念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谁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如果我们的人 能够谦卑下来 我们能够向神 来祷告 我们来要认罪 脱离我们所犯的罪 我们重新接纳神的时候 神就会医治 拯救我们 Opera McGill这个地方 他们的人民 几百年前就晓得这个道理 于是他 在几百年里面 他们不断每十年 做这个歌剧 而他们的演员 必须是在这个城里面出生 或者在里面住了 超过二十年 世世代代 他们将耶稣基督 拯救的故事 一代一代地告诉他们 所以这个城市 能够受到祝福 他们能够在很多方面 在商业 在旅游 做得非常成功 朋友 鼎姐妹 会不会 我们同样的 在神的面前 我们同样的谦卑下来 向我们的天父祷告 我们承认我们的过错 让我们悔改 去继续的亲人我们的神 我们深信天父 是会医治我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